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在国务部也做出的陈储可以看出来层级非常高的同时 很多人要问的是 列列件这个案子庆富造成公司这一家到底应不应该救 到底可不可以救 画面当中我们立刻要再次连线 给连线这个关键性人物 他是庆富造成公司的董事长陈庆南 在今天他现在也此刻正面临到司法的压力 今天展开搜索当中 他也被约谈了 立刻进行连线 但是在连线之前你看到搜索的最新画面 这是高雄地检署在搜索前海洋局长王端仁的住处 约谈了有余悦署署长总共有22人 雄检在今天指挥调查局南基组 在搜索高雄市政府前海洋局局长王端仁的住处同时 也传唤了包括自庆富的前执席长简良健 还有陈庆南父子包括了前任跟现任的农委会余悦署署长 还有包括了庆富的离职跟现职的员工总共多达有22人 为您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人物 包括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还有国会观察机机委导上姚立明老师 资深媒体的温身 还有追踪整个事情 可以说是有重大突破 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民进党级立法人王定宇 阻止之外包括了蔡一宇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杨伟中也仍来到我们现场 立刻进行SNG连线 你给看得出国防部在昨天开闸了 但是列雷剑除了行政调查之外 司法更行关键 很多人要问的是这对父子到底犯了什么罪 真的像吴子佳董事长 昨天连线给这陈董上和讲 他预告不只要将来 他即将要被压起来吗 用什么罪名来压他吗 他到底犯什么罪呢 等一下姚立明老师会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进行连线之前先听听看 昨天陈董事长在接受新台湾加油 独家连线请透露 那时光走向解约的话 他觉得他的一世英明毁了 他的生命形同结束了 甚至他有人身安危的问题 来听听看 我们联系一下听听看 他昨天是怎么说的 我是刚刚现在国防部给他指的 对不对 嗯 我可能我的人生会受到败险了 嗯 为什么 因为是怎样的 你怎么知道 我有些人跟外面干净 有些人一定会来干净啦 对 因为你现在以前的时候 如果没有解约的时候 人还可以让我继续做下去的时候 资金的来源还会有啊 嗯哼嗯哼 是 所以人会继续做啊 嗯 嗯哼 现在这样的时候 你知道吗 如果去山坡之后 我就差不多几乎 我 我的生命都可以 可以说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啦 我想这个 董事长 我们不能 为什么 嗯哼 对台湾一世的名字都都都去溜溜 还结果毕业呢 我 你看我这三四十年来 那 所以对政府的 一关对我们台湾的爱抗 对我们台湾的那种基础 啊 为了班高 为了那种 结果有什么来源 来 我请教我子嘉哥 他说他 人生受到极大的威胁 有人身的一个危险 生命威胁可能从何而来 陈总市长确实是面临了 非常大的生命的安全的威胁 因为他从第一天得标之后 所跟要求高雄市银行 开出来的旅约保证金的 17亿多的款项 中间的定期存单的16亿多 开始的这笔钱 就是跟地下钱庄借的钱 我所听到的 在北部地区有一位 叫做吉林路的一个小刘 就是他的中间人 帮他在台北的地下钱庄筹款 我必须要非常佩服 昨天王定宇做了很大的突破 这个是我们做很多调查 王定文昨天讲的一个关键人 就是这个陈伟峰这个人 李伟峰 李伟峰这个人对不起 因为李伟峰收到了 这个陈总市长从海外 汇回来的4亿2000万 这笔钱就是钱庄的 回电的款项 因此我现在谈的事情就是说 从头到尾都在跟地下行装借钱 这是他今天所面临到的 生命安全的第一个威胁 第二个威胁更可怕的就是说 他跟落马的交涉过程当中 涉及到许多军事的情报 涉及到许多交涉的一些的细节 包括不排除 包括现在美国的情治单位 跟治安单位都在锁定本案 因为如果有海外的金钱流向 流向美国的政界 那这个事情就非同小可 那会遭遇到 包括我们政府 他的个人 都会遭遇到非常大的压力 当然是安全是非常大的问题 第三个部分 大家不要忘记了 他有录音带丢出来 谁敢保证只有一卷录音带 而且这个丢录音带的时机 跟守法是非常的恶意 是警告性质的 是警告谁呢 警告我们今天当朝的高层 跟相关的前朝的高层 尤其吴敦毅批命在撇清这个事情 我认为吴敦毅是跑不掉关系的 这是整个高层的关系 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就是说 他的金流 他的金流在查下去的情况之下 不管政治现金 昨天这个陈董事长已经承认 有部分的政治现金 跟国民党有关的高层 他用哈哈大笑来默认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让他生命安全 会饱受极度威胁的可能性 是 所以才会有录音不断的爆出来吗 谁录的 谁外泄的 录音有没有经过剪接 我们持续再连线给 庆富造成公司的董事长 那陈庆南 陈董事长在这种进行连线之前 其实这是我们在昨天跟今天 所拍摄最新的画面 我们也知道 联带案205亿当中 主办银行是第一银行 他事实上在上个月底 宣布庆富造成公司 那么违约的同时 我相信董事长你也知道 那今天我们持续在进行连线同时 你根本没有办法在你的一楼到六楼 跟我们进行连线 你持续在三立的南部新闻中心 因为一楼到六楼通通被查封了 可是你昨天要告诉我们 说查封之后 你的员工依然可以进出 真的吗 好 画面当中我们所看到是 这是以在权人的身份 向高雄地方法院申请假扣押 假处分 法院在昨天早上九点多钟 那么前往位于在高雄的 软体科技园区 幸福集团的总部大楼 查封一到六楼部分的土地 持份等不动产 那高雄地方法院透露说 有外商公司在权人 日前另外申请 并且查封总部大楼的七到十楼 外商公司也查封七到十楼 那一年在会同法院 查封庆富集团的总部 一到六楼跟部分的土地 那么整栋地上物产权 都已经遭到了查封 但是员工说 还是目前为止 可以照常上班 当时对我找问 现在有两个离职 人家在怀疑那六楼大 说是你们庆富 放出来 因为求救新政府不成 火爆 就是胡乱去爆料 有人说是陈伟智这边 放出来就是幸福造成公司 放出来 有人说是检梁建 有人说是离职员工 你现在我们现在听起来有两个 亮点的离职员工 一个就是刚刚庆 王定宇所讲的李伟峰 他也离职了 做到一半离职的 检梁建做到一半也离职的 然后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跟他对付公堂 还有十一十五亿的本票的问题 这个录音带 到底是谁漏的 那谁对外外泄的 这里头有没有变造跟假借 那不是那是幸福你们自己漏的 自己对外去曝光吗 当事长可以说明一下吗 这我们公司自己处理的不可能 怎样不可能 这些我是觉得不可怜嘛 因为这做成对人的相爱 比较不可能 我们会做这个事情 在场的只有三个 只有重要的只有三个人 两个是公务员 一个是你儿子 那不是你儿子 公务员自己把自己录了 现在离职 你认为有可能吗 王端仁海洋局局长 你怎么可能 公务员去录这个音感吗 来害自己啊 在场其他的全部是公务员 只有你儿子 那个雅老师啊 有里面那一天在那边 我记得他们那边还有好几个哦 都是都是秘书啊 基要啊 只有他们三个哦 对 重要的就是这三个 两个公务员带了一些其他的人嘛 加上你儿子嘛 所以不是你公司录的时候 听说你公司每个地方都有录音的 对不对 那我小孩 王端仁海洋 还有他们几个公务员 对 对啊 那当然是你儿子录的嘛 是不是庆父 尤其是陈伟在这边录的 不是啦 你那个还有李伟峰 还有几个 好多他们开会的人 不少人啊 所以你说李伟峰开会也在 这个 所以李伟峰开会也在 对啊 不是里面说的只有三个人啊 李伟峰也在哦 所以在这个录音档的 2015年的10月7号是不是 就是海洋局局长去协调你这个 船屋新达港 不管BOT跟租的问题 你说李伟峰人嘛 你不在现场 你怎么知道李伟峰在啊 谁跟你说的 录音笔是李伟峰 你并不在现场嘛 因为他谁来 是来拜风话 我给他介绍 我给他带来六楼 说事情开会啊 哦 这是六楼 所以在古年10月7号 现在外界拿到 所以我应该先来计划 我叫人去陷阱去开会 去六楼 今天问这个就多了 所以去年的10月7号 现在拿到一个小时 都四十分的路营档 要买六楼 里面 除了还有海洋局局长 所以不是说三个人而已 还有很多人 很多人 你说李伟峰人也在的对吧 我们在求证 在求证当署顶 学股年10月7号 进入造成公司 因为海洋局局长 为了要跟他们搭三天 就是这个新达港取得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过去被认为 口碑不错的孩子 海洋局局长 里面陈伟志也在的 去陷阱 里面有愉悦署 里面有什么南秘书 里面有一个人 你说这些人去年后 他们搭去六楼 继续开会 里头有过去 被你儿子言论为顾问的 李伟峰也在里面对吗 是不是 对 对 OK 对 那我问你 那谁路的 你感觉 你说不是陈伟志 不是庆佛造成公司这边路的 那是王端仁路的吗 还是说李伟峰路的 你感觉是向路的 因为这样真相会很清楚哦 当主持人 因为我们的贼价 是绝对不会去害别人的 这不应该说 所以的时候 有可能是李伟峰六楼 有可能是他六楼 因为这件事已经发生到这么多天了 你如果觉得不是我们父子 要害怕去用这个录音的事 有可能是李伟峰吗 这也不正义 我们说正义 我有感觉 不是 那一后再录音 录音队又彈出来了吗 当主席我请教你 一后明天才开始 我常说 继续 还有新的录音队 又继续彈出来了 有什么 你刚才保证说 从李伟峰对付这个政府录音队 现在说那个联合晚报的事 那有什么保证这条 我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 因为联合晚报的事 以共 陈伟治共的时候 是在高尾差不多 那个海事展的时候 那是差不多高尾 差不多是高尾 缺乘组员的那个时候 那个国防部的 那个 李伟峰上将去的时候 他是 警告 我们的节奏 跟这个李上将动 我们脱模的时间大概在9月底 因为我们这个列轮件 这是那个GRP在做的 在技术上是一顶一顶一顶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打到 打到缺乏的高度 所以在打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GRP的手机 它受到温度 湿度的影响 打会打会打会打 这样的时间会拒绝 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枸杞 跟以代的枸杞 青春的枸杞 对不对 他们是认为 高尾队是绝对可以脱模 所以那个时候 李上将说 副部长说 他们在高尾队会脱模 但是因为那个气 在那四天之后 过来 几十分之以来 气温都很好 温度都很稳定 所以在那个施工的中间 很顺利 所以在高尾 二十二十二七的时候 脱模成功 所以不知道这个海军 那个建造组派在那的人 签修说脱模成功 让我们的资料 让我们去把海军清职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说我们把他吐槽 又把他吐槽 那实在是很玩弄的 让海军已经都按照这个程序 来做副部长的反对了 所以这点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海军的将军 受尾困我直接把他吐槽 吐槽 你感觉说 因为这个脱模 受到气候的上升跟下降 会有一点点落差 所以你说在这个参谋总长 李喜明在这个海事展的时候 督到陈伟志 陈伟志说看起来 九月底就可以脱模了 跟现在精准的时间 九月二十七号 事实上你觉得时间是差不多的 没有所谓的海军说法都不弄 你觉得说对海军非常抱歉 是不是这样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说24亿 本来就是这样 24亿是被施压来的 我看因为这个消息一直在拓散 你有什么解释吗 他说24亿 你们24亿是真的有透过总统府 还是说海军去施压 让这笔款项提早播给你们吗 这跟文响文响呢 我告诉你 你这个就来吧 要碰风 要炒风 你知道吗 基本上我们去中统府 没有说到这个 我是给他摩映说看 这个这个 这个国防部的 他很认识 很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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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到这个 拜托他去之后就会了 没有说到这个 我其实我们新南向的事 大家讨论这些问题而已 因为我在东南亚 较南太平洋的这个 这个官媒都跟这些 认识大家都觉得很好 是 碰风 所以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我是这边的实力 所以他不知道 请我大家讨论如何做 我问他的精准 现在录音的议文 非常有效率 提供给所有的媒体 自称是庆祝的离职员工 我第一时间给苹果日报 给国民党立法委马文军 他里面的好心 有录到陈伟智的声音说 我去总统府沟通 每两天海军就打给我说 有钱了 我就问 里面录到陈伟智很关键的声音 这会认识你们好心的声音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是 那是啦 但是那些年轻人要碰风 你听不懂 就像中统府 坐下就把他摆手 跟他这样讲 他都不知道 在家里的时候害的人 这样喔 所以就是这样 好喔 这里头 你有听这个录音 这个录音有没有经过 剪接跟变照 当事长 当事长 这个录音啊 你所听的 有没有经过剪接跟变照 根本要都完整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在七六 我也没有在六六 所以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听那个录音 你没听就说 这里面是不是有经过剪接 因为我们看到 有些前言不对后语 突然间 天外飞来一笔 根本那个逻辑不太通 那我们仪式 这一个录音 是经过剪接跟变照 有没有 有可能剪接变照过吗 我不知道 真的我不知道 是 来 你告诉你 我要请教一下 担当事长 对 我给他请教一下 因为剪梁建 介绍李伟峰跟你们孩子 实在吗 你觉得剪梁建跟李伟峰 两个人关系如何 对 没不对 你觉得他们两个关系如何 他在公司分工 因为 听到剪梁建才是这个 烈雷建的专案执行长 对 但是你说大小的事情 都要经过这个 顾问李伟峰 这可以准 那有人受伴 不顾问 可以担 可以担 所以剪梁建跟李伟峰 两个人关系如何 对 我买可以两个关系相当好 相当好 好到什么情况 所以我就不可以了 好 好 你是到近年 切才知道相当好 当然是他提前 给你儿子的 剪梁建之前给你儿子的 我第一个问题 因为 我跟你说 因为 他们 那个 什么 杨律师 跟他们 大家都都很好 你说杨律师 是M指向 对 所以 这些年轻人 都 重请杨律师 社会 杨律师指的是谁 你说杨律师 杨律师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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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律师是 杨律师是 谁 杨律师 吴智洋 吴智洋的律师 律师 师傅所 那些嘛 原来是不是海军在带 那个师傅所 那些 那是达你教的那些 这我不知道啦 实际我 那些便是达你教的那些 那些 那些 等一下 你現在說的就是說 簡良健 李偉峰 跟仲勤得久 律師事務所這個楊律師 三的人相當好 所以你看他不是這樣叫他走的嗎 對 這個楊律師 原來是無私楊律師事務所的 所以簡良健 請楊律師來做我們的律師顧問 楊律師是做你的律師顧問 做慶夫的律師顧問 對啊 他本來是海軍的律師顧問 對 所以他同時可以在 買方 賣方 兩邊的顧問 他說沒有 買方 賣方的同一個顧問 同一個律師顧問 那這個事情 楊律師事選到 再來 你們去紀檢太郎 這個官員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李偉峰還在上班 檢良健已經先走了 沒有在那裡 所以李偉峰有背的你們 你們走這裡的行程嗎 走這裡的銀行啦 走這裡的行政儀啦 李偉峰有背的你們走嗎 沒有 因為我和他們的復動很少 所以你本身走不 但是你們的兒子在做的時候才有 你們的兒子在做到建良健 在做這裡連帶的時候 我和我沒有 復動不好 對 你們前進一招 在中年連帶的時候 貸款的時候 是建良健在做得嘛 那個時候李偉峰有 有對處理這些事情 有嗎 沒有 沒有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沒有 再來我請教最後一項 你們贊金對你們慶富 從慶富匯了9億台幣喔 三千多萬的美金 貸到一間海外的公司 海外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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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公司啦 另外呢 這個公司的中文名叫 勤達 還有一個公司叫勤達 你們在香港的勤達公司 知道你們這裡貸9億 就三千萬美金過 這個事情你知道嗎 9億三千萬美金 對 回到慶達 對慶富 匯到慶達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 這個 那個 檢調 這個抽雜 我比較 大家就比較難應 你們說這隻 9億不是這條 9億台幣 9億台幣 對慶富 回到香港的慶達 慶達在處理的 您陳偉智也在掛這部 之後呢 李衛 李維豐呢 掛你們公司的顧問 來� spend math websites 技術總監 掛技術總監 跟列類款有關嗎 對,列類類錢有關 那會了9億 三千萬美金的錢 到香港慶達 然後這個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多尺好騎腳 台灣這邊 你們公主陳偉智 副執行人 然後呢 這個 李衛峰是你的顧問 回到香港 你們家是當事 李維鋒是那些技術總監 結果三千萬美金 九億就跑到那裡去了 這個事情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沒當事頂 這個檢調 我不好意思 所以你是知道不可以說 還是不知道 你是知道不方便說 還是你都不知道 所以當事頂 你是知道不方便說對不對 是 沒錯吧 這就是人家下去了 我不好意思說 所以你應該是了解 檢察官員說 我請問 為什麼會有台灣的陳偉智 會到海外的陳偉智 剛才他講的是一筆 現在還有李維鋒 或者說會到台灣給李維鋒 可是就這麼多比 香港 新加坡跟澳門 這個案子為什麼 我認為這是在洗錢 甚至就牽涉到佣金 你也可以改水吧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會到境外的公司 這個喔 對 這個都在看 都在檢查 這個我 不能再回應 這裡頭有沒有違法 還是你自始認為是合法的 這麼違法的疑慮有沒有 有違法嗎 因為 因為 這個 這個我也不能講 因為我自己也不能說怎麼 我如果真的說 搞違法 我也是要受法律的這個 這個他們檢調在查 就讓他們去查 我也要受法律的制裁 這個事情 那是 還要受法律 然後 然後 好好